这种甲烷大喷发的可能性 当然不怎么高 但绝对是有可能的 如果释放出足够的甲烷 有可能启动连锁效应 称为失控温室效应 失控温室效应 是一种无法控制的地球暖化 它会自己释放和扩散 海水就会开始翻滚起泡 然后锁住更多的热气 这意味着水温越高 水温就会越来越高 只要水温升高 水温只会越升越高 而且我们不可能 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你以为只会让地表温度升高吗 很不幸的 这并非唯一的结果 地球还会出现怪兽天气 我们前所未见的天气 长期下来 我们可能遇到更强烈的风暴 强度更强 风速更高 形成更强烈的风暴潮 产生更强烈的雨势 还有怪異的气候模式 我们只是不知道 可能会多坏发生 我们很难预测 会发生什么事 但绝对不是好事 报告的天哪 530-330下 20330下 20430-11330下 你以为不按照